三百六十一 三百六十二 三百六十三 開來現場嗎 非用餐時間甚至是平日點鎖壽司品牌藏壽司 人潮滿滿滿 整個大廳都是人 三百六十二 三百六十五 開來現場嗎 下午兩點半前往 現場牌要等30分鐘以上 甚至一度貼出告示 暫停現場候補 大排長龍也要吃的呢 就是為了壽司品牌以及吉卡蛙推出的聯名扭蛋 而這個活動原定是要長達一個月的 但是現在臨時韓卡 活動8月23開始 原定9月22號結束的吉卡蛙扭蛋 臨時宣布縮短成11天 就要在9月2號結束 葬壽司致歉 也說明是因為每檔扭蛋活動都是限量 9月2號起進入混用期 就是想說慢慢抽 沒有就一個禮拜抽一次 這樣就逼我每天都吃壽司 我們吃45番 200塊一抽 然後也不一定抽得到 就是手遊機率 不過之所以喊卡 也是因為活動太紅 燒出不少亂象 有民眾為了吉利卡蛙上網找帶吃 也有人腦筋動很快 兼職撞外快 或是狂點布丁 外帶湊額抽扭蛋 但店家本來就規定不能外帶 第五盤 你只要丟下去是 那個禮拜的 禮拜幾的數字 特別容易種 也有民眾自己想秘訣 提升扭蛋機率 第五盤時照星期數投入 結果真的有中 但也是剛好啦 第二當然是在第十盤 然後再丟就沒有了啦 OK 但是就剛剛好那一次有中 那一次就覺得很酷這樣 五花八門招式 為的就是要抽中吉利卡蛙 但為何不乾脆去買周邊 行銷專家認為商品不同 再加上買得到 就沒這麼有價值 對粉絲們來說 限量加抽抽看 更是一種樂趣 TVBS新聞讓張慧仙 台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